如果說普丁真的把自己的家人送到了西伯利亞的核言體裡面 然後呢這個消息也出來這個俄羅斯的核顯禮也已經出發了 說是去演習 該不會跟之前俄羅斯士兵一樣說是演習然後又把他們 送去送死了 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普丁目前狀況 陪了夫人 又折兵 發生什麼事 一折一折來說 先很短時間談談普丁這個人 普丁這個人1952年出生 今年70歲 小瘦家裡很窮 多窮呢 他媽媽有一次肚子餓 餓到趴在地上 然後呢居然旁邊的人以為這個女生死掉了 要把他拖去埋葬 還好他媽媽後來有動一下 然後他說 這女的沒死 他爸爸媽媽都是清潔隊員 所以他小時候很幼小 因為他說以為他是女生 沒有他臉的五官算好看 但是小時候很幼小常常被霸凌 所以他曾經在自傳當中說過一句話 我會在最關鍵的時間點 揮出那一拳 所以英國媒體研究 普丁研究了32年 他發現這個人呢 很恐怖 為什麼呢 他沒有危機意識 所以他在 承擔不合理的風險上面 如果 你給我看小孩 他就會去承擔過度的風險 所以全世界非常怕他 這個是第一個 但是這次呢先來說 目前的砂盤推演跟普丁的砂盤推演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呢 談第二件 我們第二件事情從數字來說 到了最新的一個數字 俄羅斯的傷亡是5300人 各位你去想喔 20萬部隊出去 你是優勢火力喔 到目前為止死了5300人 這個數字是什麼呢 這個數字對俄羅斯極度的不名譽 阿富汗戰爭打了十年 死一萬人 你這個戰爭到今天各位第六天第七天 死了5300人 現在要怎麼辦呢 我們換下一張 所以各位你還記得嗎 前兩天 真空彈已經打下來了 先來說 真空彈已經違背了國際合約囉 那現在呢 普丁今天又做了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什麼呢 他把他的家人 先說普丁結過幾次婚 孩子大的已經很大了 小的還蠻小 他最後一次的一個婚姻是跟一個滑雪的女選手 在一起結婚 生的女兒 目前把家人送到西伯利亞的掩體裡面 大家都在想 事情不瞄 事情不瞄 為什麼呢 這個是核戰開始的一個所謂的前兆 但也有可能是一個叫牌的一個方法 但目前普丁這麼做呢 先說普丁他是KGB出身 最早的時候在當監聽官 監聽官做完之後當翻譯官 所以他的整個情報的 整個流程是非常扎實的 所以他在做事情的時候 他會多方面的一個想像 什麼叫多方面的想像呢 來跟各位談一天 今天發生的一個新聞 目前喔 在整個烏克蘭當中 澤仁斯基的民調高達九成以上 對不對 辛苦啊 那天發生什麼事呢 那天在接歐盟輪子主席的一個電話 一邊接電話後面跟主席說 抱歉抱歉 我要掛電話 他說什麼呢 上面在空襲 我們要換下一個據點 沿路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喔 結果今天出來 兩組人馬在暗殺他 兩組人馬要暗殺他 一組叫車臣暗殺隊 另外一組叫做華格納暗殺隊 那為什麼呢 邊跑邊治國 有人要他的人頭 誰要他的人頭 普丁要他的人頭啊 先來談第一隊 華格納暗殺隊 華格納暗殺隊其實陣容非常堅強 為什麼呢 人數不知 地點不知 武器不知 都不知道 但是他在該他出現的時間點呢 通常活躍在中東跟非洲 重點是他專門做政府不可以做的事情喔 這是華格納暗殺隊直接出來 那個時候其實歐洲的整個監控組織跟情報組織就有說有人滲透到機服裡面來了 這個很麻煩為什麼呢 一直跟各位說過嘛 兩邊同文同種同配備然後呢說的語言又一樣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人 會不會是殺手 華格納目前四百人的暗殺隊直接進來之後呢 挑明了 代名單 代名單 其中包括了 澤倫斯基第一個 二十三個中央官員 包括了內政部長包括了整個國防部長都在裡面 目前要殺 但是各位 一個組織 這麼龐大 這麼神秘 後面一定要有一個人喔 你知道這個人 是誰你知道嗎 這個人就是華格納的金主他叫做普利高金 普利高金呢 這麼 尊貴的人喔 你知道他在幹嘛嗎 他在侍奉普丁吃飯 侍奉普丁吃飯的 因為他的本業在開餐廳 但是呢餐廳只是他的外表 他的本質在做什麼呢 他的本質在培養暗殺組織 非常有錢 那各位去想 多大的場合才可以讓普丁 先說喔 普丁這個人曾經說過一件事情喔 我自小家貧 這個也是自尊當中說的 我自小家貧 所以我不用吃好東西 普丁有一個習慣 普丁到任何一個國家去 開任何會議 他杯子之一帶 他從來不用別人的杯子 不喝別人的水 情報員出身 可是各位你在這裡面看 普丁那個嘴臉 你就知道 他在說這個飯菜好不好吃 各位去看喔 什麼樣的 可以讓一個暗殺組織的老闆 旁邊的嗜酒師 各位來幫他做服事 所以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這時候有人就說 哈 兩組暗殺隊在暗殺 居然還暗殺不成 他旁邊的保鏢是誰啊 原來各位 這個是一個疊對疊 為什麼呢 據傳目前黑水老闆普丁斯說 你們兩國打起來了 我之前的投資 不是打水漂了嗎 據傳普丁斯在 烏克蘭 投資的非常多 為什麼投資非常多呢 烏克蘭好貨其多啊 各位不要忘了喔 中國所買的 第一台的航空母艦 跟誰買的呢 烏克蘭買的 中國很多的整個飛機引擎 跟誰買的呢 烏克蘭買的 那當然 後面烏克蘭 錢心多錢 為什麼呢 之前對人家那麼好 人家現在你被侵略了 連話都不說 嘴巴都關起來 但 普丁斯他之前本來要投資 烏克蘭100億美金 很多人說 他有100億美金實力嗎 各位不曉得 但可以確定一件事情是 他家是共和黨的大金主 他的姊姊當過教育部長在整個 川普的時代專業教育部長 然後呢 他曾經要自建部隊 還買下馬達西奇 他目前是馬達西奇最大的股東 你知道他要幹嘛嗎 他說為什麼 飛機都要你們撥音坐 飛機都要整個空中巴士坐 為什麼馬達西奇不能自己坐 他要自己坐飛機 所以呢 目前據傳呢 哲倫斯基旁邊的保護分子當中 除了國家的幹員之外 也有黑水的幹員 但今天大消息出來 為什麼呢 美國目前會在 今天開始加入 抵制 什麼叫加入抵制呢 目前全球31個國家 禁止俄羅斯的航空 使用的領空 多數是民主國家 為什麼呢 你們侵略人啊 所以現在呢 船不能動 飛機不能動 貨物不能動 石油不能動 錢也不能動 足球也不能動 今天居然發生什麼事呢 今天荷蘭要跟俄羅斯比賽喔 荷蘭人說 我看到你們不舒服 我們不打了 各位 所以現在呢 就是各方的一個包圍喔 但各方的包圍呢 我們想一想喔 難怪現在的普丁 會一個頭兩個大 各位 你養這種小弟 你真的會瘋掉 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 這個是車臣共和國的領導人喔 先說喔 車臣過去是反對 俄羅斯反對的鑰匙喔 普丁把他們摸得這樣 符符順順的 這個人叫什麼呢 這個人叫做卡迪羅夫 卡迪羅夫說過一句最有名的話 你知道說什麼嗎 我願意為普丁而死 願意為普丁而死 我是他的小孩啦 普丁是我的英雄啦 結果呢 第一個剛不是跟各位說車臣暗殺隊嗎 車臣暗殺隊好慘喔 全部被殲滅 通通被打掉 跟塑膠一樣 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因為普丁下令 車臣暗殺隊要去暗殺 澤倫斯基對不對 俄羅斯帶莫斯科的整個 情報部門有人說 澤倫斯基不能死 把這個情報洩漏給烏克蘭 烏克蘭還跟人家說謝謝喔 然後呢 我們再說今天最好笑的事情 卡迪羅夫說什麼呢 你們怎麼可以全世界各國 去制裁烏克蘭 去制裁烏克蘭 制裁俄羅斯的經濟 制裁普丁呢 我要跟你們說 限你們在2月31號之前解除對 俄羅斯的一個制裁 然後他說 2月只有28天會言 2月31號以前解除 所以可以確定這件事情 卡迪羅夫應該是個天兵喔 所以就目前來說 很多事情一件接著一件 但目前呢 澤倫斯基命在一旋 為什麼呢 一組暗殺兵馬已經打掉了 但另外一組呢 400個人還在掉他的命